首先要带您关心巴马台风的警报已经解除了 但是他这两天为宜兰地区带来破纪录的雨量 也引发了淹水灾情 今天凌晨位在大同乡的寒溪大桥 抵不住滚滚洪水冲击突然崩裂 而当时有三名自来水厂的员工正好开车经过 整辆车跌落在十公尺深的河床 幸好汽车卡在沙洲上面没有被大水冲走 三个人只受到轻伤真的是不幸中的大幸 原本八公尺的桥面经不住连日大雨 中间已经裂了一个大洞根本不能过 从大洞往下看一部蓝色的工程车已经被摔得扭曲变形 枯木树枝全部冲进车子里面玻璃也全碎 位在宜兰大同乡的这座寒溪大桥 今天凌晨突然塌陷断裂 当时刚好有三名自来水进水厂的员工 开车来视察浊水浓度 没想到连人带车跌落十公尺深的河床上 那个桥其实有一个土盾 有一个红泥土块 那红泥土块就从那边爬上来 幸好当时车子卡在沙洲上 三个人迅速打开车门沿着桥边的电信管线 相互推拉奇迹似的墨黑爬上路面 只受到一点轻伤 今天上午他们还继续工作 可是你们昨天才历经生死的交官 今天还是要尽力把这个任务完成 因为坐一天和尚瞧一天钟 已经断裂的寒溪大桥目前已经全面封闭 不过还是有居民急着通过这十公尺宽的塌陷处 双手抱着倾斜的电线杆惊显万分 主要就是我们把韩西那个掏空的路面 给它强修 这样的话我们原住民可以到楼东去买菜来 因为吸水暴涨 让韩西村唯一对外联络的韩西大桥因此中断 虽然村内七百多位居民的食物跟水电都正常 不过他们还是希望能够尽快搭好便桥 方便进出 记者综合报道